嗨 我是九月 今天带你们去拜访一位 在米其林餐厅工作过的厨师 圣诞节快要到了 趁这个机会和他学两道拿手菜 然后给家人露一手 他就是罗朗 据说是最会做中餐的外籍厨师 嗨 九月 一来将是时候 我在准备我们节日的菜单 一个烤鱼 听起来好棒啊 关于做菜的秘诀 罗朗先生告诉我 食材 调料和烹饪器具的选择 都特别重要 这道烤鱼吃起来真的是外酥里嫩 看来我也要升级一下自己的装备了 罗朗先生不只是一位厨师 更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用食物和这个世界沟通的人文地理学家 大厨还答应我改天来家里 指导我做菜 开心 你来啦 等你好久了 等你好久了 你们带来这么多菜是准备做很好吃的吗 就在我们那边过节 就是经常是这个烤牛肉 我就带一块美国顶级的牛肉 这种烤牛肉 最重要两个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用好的牛肉 第二就是一个好的烤鱼 捆起来就是为了把它烤得均匀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这样绑起来 然后稍微细点的地方就会变粗 稍微脆的地方就会变圆 然后到时候是稍微比较均匀 粗点的作用就是它会把表面的那个水分就吸出来 因为盐不是细水对吗 正好我买的烤箱到了 这是西门子烤箱 我送给自己的圣诞礼物 大厨做的烤牛肉也太诱人了 我也来做一个广州特色的烤乳哥给他尝尝 西门子烤箱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好上手的 对温度和时间的控制都很准确 烤乳哥做好了 我还准备了两个蒸菜 也是用它做 今天的烤牛肉太棒了 又学习了一个大餐的做法 圣诞节马上要到了 快给家人做一顿丰盛的圣诞大餐吧 美食会让你们更懂彼此